能够向得奖作职员小韩老师学习 我真是三生有幸 今天老师要教我什么呢 嗨 老师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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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老师可以帮你做什么 让我比较了解那个歌词的意思 那是老师唯一能做的 如果说我们一首流行歌曲 它可以用一个graph来画 老师说Beta感情丰富 但不懂得运用 导致歌曲的情绪渐进不够分明 你整首歌都很用力地去唱 这就是Benita给我的感觉 你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地用力地去做 然后会觉得说用力就是好的 你把这个女生的情绪 都落在这个男生的身上 就唱得非常地狠 你看我是用 我是比较温柔的去讲 你是你伤害了我 像你这样子就很像张雨在唱歌 真的这样不讨厌 然后真的唱起来很像KTP在唱歌 老师的苦口婆心 不知道Beta听懂多少 她是会在复活赛中 把所学的表现出来 好期待 我觉得我们Benita胜出的几率很高 是因为一 她的声音辨识度非常地高 她的悟性非常地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 Benita的表现如果好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在决赛看到她 Benita加油啦 欢迎励志中学的Benita 郑奇隐 带来的参赛歌曲 一笑而过 Benita 郑奇隐 如果你有力为装的美酒 感谢自己幸福的时候 轻轻地想一想 谁会追求可以的温柔 你伤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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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弱弱 你伤害了我 回忆是多日了 只怪自己 爱你所有的错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你爱的贪婪 我爱的弱弱 恶恶恶恶恶恶我 和你是多余的 刻骨铭心 将这样的背影 一笑而过 十岁千百遍 任性也无法寂导 想安慰自己 没有意义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你爱的贪婪 我爱的懦弱 一笑而过 一笑而过 回忆是多日了 只怪自己 爱你所有的错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你爱的贪婪 我爱的懦弱 我眼泪流过 回忆是多日了 和你的倩恶恶恶ço AJ & PLYM 全izione也无法寄 謝謝Benita 一笑而過 對 今天Benita帶來這首一笑而過 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這是我中二的時候參加 卡拉OK歌唱比賽的歌曲 所以我排名是 冠軍 冠軍 可以問你為什麼 感覺上你有點傷感 What happened 我覺得自己做得沒有那麼好 沒關係 可是從我們看那個片段中 我們看小韓老師 教你也教你很多東西對嗎 你覺得你有沒有用到今天 那是當然的 因為小韓老師教的東西 很有系統 很清楚 即使是那種 情緒方面的那種難以做麼的東西 他都可以用Graph來解釋 是 那今天呢 不要帶那麼沉重的心情 還沒有聽講評好不好 來Benita支持這個 給她一點掌聲好不好 給她一點鼓勵好不好 不要那麼擔心 來 我們聽小韓老師怎麼說好不好 小韓老師 小韓老師 說不好的 先說不好的 不好就是有點搶拍 然後有些地方可能說 高音抓得不是很好 但是 好的 好的就很好 我覺得你今天的感情處理比 平時都好很多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 很安慰 然後 我會覺得說 可能大家 覺得說 唱歌就是要很用力的去唱 但是其實 詮釋歌曲 對 詮釋歌曲 詮釋歌詞 對一個歌手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唱歌就好像放風箏一樣 也就 也好像談戀愛一樣 要懂得放也懂得收 你今天收得很好 也放得很好 所以應該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好不好 好 希望你今天就像風箏這樣子 飛得又高又遠 好不好 不要哭不要哭 來 菲徽老師 菲徽老師 請講評 是是是是 今天 我每次都很忙 每次想休息一下都不行 不是 我覺得你在 其實在這個 一路來的走過這個表現呢 其實我覺得你都一直不斷的進步當中 但是一個 在比賽中 一個參賽者在選歌方面是很重要 你不是 你的音質 像小安老師說 你的音質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你要選對歌曲 因為我覺得 在這樣的歌曲 這種爆發力 你不是屬於那種 唱爆發力歌曲的 的那個聲音 但是你一唱的時候 就有 有一點點偏差 在聽覺上 就有一點點偏差 所以我覺得 下一次選歌的時候 要真的很注意 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的詞點 是 不要那麼緊張 還沒到最後一分鐘 你眼淚已經流了 不要哭 不要哭好不好 OK 要一笑而過 對 一笑而過 要開心而過 好 好 好